上面老师 最近咱们有同学问这个古典素描怎么学 然后从古典素描里人学了些什么东西 OK 这是一个大多数同学想问一直有疑惑的一个点 包括我当年学习也是一样 只要到了高中 我的老师教会了我些东西 我今天分享给大家 OK 想学好古典素描 首先咱要能看懂它 它其实是分为两类 一类是右边这种 带给我们这种真实的感觉 我们也叫它光影素描 或者叫色调素描 看起来很像 那左边这个呢 这不就大家不懂的吗 这个看起来就像一个草稿 它潦草的几笔就很简单的画了几根线在它的脸上 为什么它还能被奉为经典呢 实际上它是为了去完成油画的作品 去做的一个草稿 这才是它的重点所在 你要当成一个完整的效果来看 那肯定就感觉它非常潦草了 这个草稿更多的像我们现在的一些拼积木的说明书 我们去把一个东西连接起来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这一步做什么 那一步做什么 所以你看它这个上面提示了什么呢 第一步其实就是指东西的轮廓 这是我们随手去勾勒的一个人物的形象 这个头发从哪里开始的到哪里结束 这个眼睛这个眼颈它的一个厚度老老实实给它画出来 你把它的形的轮廓给它交代清楚 第二点是什么 你会看见它上面浅浅的带了一些调子 它不是随便搞的 作为说明书它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一个光的方向 光是从左上来这样子打下来的一个光速能感觉到吧 很明显 第二个点它的颜色不是到处穿哦 它是穿在什么 受光面和背光面的这个交接处 你看所有的地方它都是交代这个地方 可以了 所以它交代了形的转折 形的转折是靠什么出现的 靠颜色的明暗 亮一点暗一点 它们之间的这个区别 看出来了吧 它不是往下继续去深入 我们平时看见的非常完整的这个作品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持续往下去做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对古典的素描 去进行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们对它的功能性定义没搞清楚 你拿着视觉的这个效果 很真的这个效果 去看这些古典的这些过程的这个效果 你当然学不来了 你当然会觉得不可思议了 那我们小白去学这个古典素描 能从中学到什么东西呢 OK 这是一个很务实的问题 这两个其实都是以线条为主的这个作品 我们从上面能学到东西就非常直观了 首先第一条我们可以学到的是 对轮廓的准确性必须要去花心思 达芬奇在画这个眼睛的时候 我们来模拟一下它是怎么做到的 它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形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停住了 它不是一根线这么着穿下来 不是 它到这里停住了之后呢 然后再用一个形给它包进去 这就马上就产生了前后的一个遮挡关系 或者也叫前后关系 那这个画完了之后你们再看一下它的上眼颈厚度 再到这个眼角 好画完这个之后它可以看见里边的这个眼球的一个轮廓 像在这个里面 这个画完了之后呢 我们接着会看见下眼颈 再加上下眼颈的一个厚度 再加上下眼颈的一个体积 再加上和脸颊穿插的下眼框的这么一个轮廓 它都是通过线条完整的把它的这些边线给勾出来了 然后再加上眼珠子 大师们画的多精细 咱们很多同学都没有明确的去观察过 所以这个东西讲白了 就是你看到大佬这样子去画了之后 你觉得你还是画不来 那这个仔细观察的习惯咱能不能去学呢 你没事你就照个镜子或者扒着你旁边 有个人你拎过来把他眼睛扒开看一看 好不好 没事你就去抠过人家鼻子 你说你这鼻子长这样怎么长这样呢 你从左从右从底 那个从上好好去研究研究 那我们当年当美术生的时候 看完他这个大师的这个行舞 不就这么干的吗 就旁边的基本上就没朋友了 没事你就拿个镜子照自己吧 行不行 同时期他也影响了一些人 那就是他的小迷地丢乐 你看丢乐的作品 他在达芬奇这个队形的轮廓上面 把内轮廓也给做到了 这个眼眶 他通过线条围绕着这个行去画了一些线 看没有 通过线条的这种弯曲 附和着他的行去画 会进一步的增强他的这些体积感 这些位置啊 我们就在这个上面做就行了 他这样子去画 你看 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会知道这个形是这样包下来的 所以他这个形他会这样跑 哎 你看到吗 这个形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体积感 他就不简简单单的停留到了一个轮廓上面 所以啊 艺术的发展史呢 就是一个不但进步的一个过程啊 这是不是就比我们看见的简单的一个轮廓 看起来会更具备体积的效果 行到这一步的时候就变成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外轮廓 一个是内轮廓 那这就是两个典型的 我们在去像古典学习的时候 可以去学到的东西 古典的绘画 这种的线条简约型的 按照这个地方去理解 其实就已经是学到他的精髓了 达伯奇大佬同时期他也画了这一类的作品 这种光影的这些效果的 实际上我们从中能学到的 那就很多老师都讲过了 我就不再展开了 更多的还是他的这种以色块的方式 去表现物体的虚实关系 你们也可以理解为 它是一种见影式的 什么意思 他把它受光面 很明确的表现 很清晰 背光面 以及它外部的这些轮廓 慢慢的给它引到里头去 像这些地方起了一个雾一样 这个地方还是太阳天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实和虚的效果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可以去学的 因为我们对这个太熟悉了 我不再展开 那么这两者的融合 反而是大家要注意的 我给大家举例说明一下 你们看一下 卢本斯大佬的作品 这是他画的这个人物 这是他的这个油画效果 你可以看见 他这个脸上 实际上就是一种见影的效果 然后头发这些 它又是这种的 清晰的线条的这个效果 他把它们融合了 尤其是你看他 画到一些动物的时候 就更能够呈现出来 综合起来的一个技法 这个腿 是不是他顺着这个腿 加了一些这样的转折线 来表现他的这种肌肉的 饱满的感觉 这个地方也是 你看顺着他这个形去画的 他这个其实就是在 光影效果的基础上 加上去了这个内轮廓 在我们当下去进行运用的时候 该怎么做呢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学画画的一生之敌 苹果 我来给你们画一个 你就知道了 如果起行的时候 实际上就可以 像古典的那些 线条表现的方法 去把我们所看见的 这些东西的 起伏啊 轮廓啊 给它先勾勒出来 再采用我们的虚实的方法 见影的方法 把受光区的关系 给它画的清晰一些 来 轮廓 这就清晰了呗 学完古典你就知道了 见影法 就是把背光区的关系 给它做的相会含混一点呗 达芬奇大佬不就经常这么干吗 到了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其实向达芬奇大佬 学习了他的见影法 就是把我们的亮面 呈现出来这个轮廓更清晰 亮面这些地方的对比啊 看起来更加的明确 那么背光区的这些地方 目前看起来是一个什么效果呢 相对来讲 就隐约一些 没有给它做那么强 把它这些轮廓啊 边线往低处走的 转进去的 兜到底下去的 给它都隐隐约约的藏进去了 目前看起来 就是几个大的颜色 那我们如何去增强 它的这些细节呢 看起来更真实一些呢 丢了大佬提示给我们的 顺着它这个形 就是这种弧形啊 曲面的这个形 去走一些排线 这一些排线 是关键啊 增强它的这个体积的提示 这就是一个像古典学习的 一个最直观的一个结果 你看 这个形是不是就比之前更精致了 那这个是给所有人 都可以去用的一个技巧 增强它内轮廓里面的 这些曲线 那这个果子看起来 其实就变得更加的 有立体感 更加的薄满 往细了画可以做得更细啊 咱们今天就点到为止了 但是你能明确的感觉到 左边这个和我画完之后 那明显感觉这个会更结实 左边这个就是一个大效果 这个就是已经很明确的展现出来了 就感觉从这个布里面 长出来一个果子一样 很有这种氛围 又感觉特别的和谐 大家学到了吗 好 以上就是我们作为 非常多的小白同学 甚至是一些专业学习画画同学 没有去接触过的一些理念 原来可以这样去学 你大概清楚了 为什么很多科班生 研究过古典 读懂古典的这些个同学 他就是比我们很多人起点就要高 就是在短时间里面 比我们进步要大 因为他懂这个里面 最朴素的这些个常识 过往的这些经典 他真的能吸收到 我们很多小白同学 他哪怕是给他推到了 这些个经典的大师的作品前面 字幕相对 他认识你 你不认识他 走下来一通 就觉得累得要死 回去就干饭 干完饭 你再一回忆 今天我就走了一万步 啥也没吸收到 这就是非常可惜的地方 我也希望这种的分享 我以后多做一些经典的分析 一些大家伙学习门路的分析 或者一些建议 我希望大家伙有想学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当然这些东西 我会在和大家进行系统的 YP教学里面 根据你的画面去进行点评的时候 可以和大家多聊 我也欢迎你们可以跟我一起系统学习 主页联系我就可 下期见 拜拜